二文回灵丹 是黑色真火 能未见过 是电眼出的单能使用 我以为夜晨的金色真火就够特别的了 想不到还有黑色的 只能说大千世界无奇不养 诸葛前辈 依您之见 这次窦丹大会谁最有希望托冠 玄女 据说这个小女娃子的炼丹天赋啊 年轻一辈中几乎无人能计 连一些老辈炼丹师都不是她的对手 龚游传言 若她不过十六岁 便能炼制四分灵丹 被称为炭之玄女 出单 不全天赋当的事 怎么样啊 我已找到修补方法 有多年轻的 天几丹落入老夫手里 岂有再还回去的道理 哦 是吗 长鬼 他把我们现在的身体 是被我租给你的吗 你当时以为本尊 会用一个毫无防备吗 你 你 你对我像了孤 孤独 此次大比 险下缓升 而你们临危不惧 拼搏到最后一刻 都做得很好 没有辜负宗门对你们的教诲 多谢长相 特别是叶辰 你为宗门夺下如此荣誉 功劳犹大 当需奖励 此处名为万术古殿 这里自横月开宗立派时便建 汇聚了我宗立派先辈的秘法悬术 你们便是随便选择 其中一样秘法礼物 修炼亦能一日千万 去吧 九日为期 你们可自由选择喜欢的秘书学习 多谢长相 这些就是我派珍藏的秘法 这么多 问元业 此法玄妙无比 难我派第十任长教 玄珍长老所创独家兴奋 只要输入灵力 就能进入这些秘法的学习空间 好 小兵 我派珍藏的秘法 好 只要输入灵力 总觉得都差点意思 我将以天雷来为你治愈到伤 忍着点 老师兄 我来救你 这道商超出了药师所能治愈的范围 不过 你不要着急 为师一定会为你去寻得纸伤之法 师父 没事 我心中有数 原来我是进入了柳师兄的神识之中 即刻回横月纵 你这老婆子生前都赢不过我 别说死后了 死的一走 批变后了 这 这还怎么打 这 这还怎么打 别不打了 晦气 苏格爷爷 你 到底是谁 你 绣为三剑 全身经脉断裂 害中了 老师 老师 走 你 你 你 是何人 为何拦住我等去路 你 是何人 为何拦住我等去路 醒了 好 好 叶辰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师父 我们这是 在赶回红月的路上 叶辰 你别担心 等我回到宗门 一定有办法 没用的 师父 我根基已废 你不要再浪费灵灵 我们下期待 的 我们下期待 这位 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